女人意外得到一把能穿越时空的钥匙 可刚穿越到一百年前 就阴差阳错害死了土耳其救国英雄 佩小姐 现在她必须卫装成佩小姐完成她的任务 要不然一百年后的地球以上将不会出现土耳其 可小美连她家在哪里都不知道 只能硬着头皮走了出去 结果正好被杀死佩小姐的黑衣人看到 估计男人也懵了 昨天明明杀了她 咋又出现了 小美奔跑在1919年的街道上 黑衣人紧随起后 突然小美撞上一个当地军官 这人叫大壮声称认识她 于是小美让她把自己送回了家 原来佩小姐是豪门贵族 可刚一进门 一个小女孩就抱住了她 这让2022年的女教师措手不及 然而在和家人的闲聊中发现 家人好像都不怎么待见自己 老爸更是劈头盖脸说了她一顿 小美想走 但根本不知道佩小姐房间在哪里 只能和刚认识的女儿 玩了个你牵我找家家的游戏 这才安全脱身 可楼下的姐妹俩 似乎发现了不对劲 另一边老王也在佩拉宫酒店 打听起了佩小姐 服务生说她是个傲慢冷艳的人 从来不会多看下人一眼 看来小美的热情打招呼 引起了姐妹怀疑 可到了晚上 家里来了两位贵客 竟然是杀死佩小姐的黑衣人 和她的主子 但佩小姐的老爸和两人有合作 因此也没对小美做出什么破格的事 随后几人避开家人 去聊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美偷听到 原来这个小胡子 就是侵略他们国家的人 而佩小姐老爸 正为他们提供运输武器的仓库 但此时小美被抓了个正着 黑衣人威胁小美 如果把暗杀大将军 法尔的事说出去 肯定会要了她的小命 但接着又说 想知道啥事 明天可以去花尔酒店 找她私下聊 第二天一早 就在小美想理清楚 所有人嗜碎时 劳拉突然说了一句 得知佩小姐有日记 小美开始翻箱倒棍 终于在皮箱里找到了 可里面写的是土耳其古语 根本看不懂 但里面还夹了一张报纸 竟然是穿着小美衣服的 佩小姐 1916年的报纸 而现在是1919年 就是说 佩小姐很可能也知道穿越的事 原来老王为了掩盖尸体 把佩小姐转移到了别的房间 再把钥匙放在她的手里 但穿越的时间 老王无法控制 现在老王必须研究出 日记里写了啥 而小美将前往花园酒店 会会那个黑衣人 两人见面后 都抛给了对方一个问题 黑衣人已经开始怀疑 小美不是真正的佩小姐 而小美也开始怀疑 真正杀死佩小姐的人 是另有其人 如果杀佩小姐的是黑衣人 那她就不会现在才怀疑小美 而另一边 老王破解了日记 发现了惊贴秘秘密 可突然有人在背后打晕了她 而且笔记也被拿走了 老王到底发现了什么惊贴秘密 是